常听一首歌这样唱,男人,就是泪,男人就是泪,这句歌词写得真的好,现在社会男性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,很多男人都是30岁甚就开始有点虚了,男人甚虚情。 男性则浑身无力,早衰,扬尾,一惊,重则有的男人还有不愈的情况,不仅让自己没面子,还被老婆和其他人看不起,医学研究表明,如果男性肾虚且不及时正确的不足,可能引发慢性支气管炎,肺气肿,高血压物,关心病,老年人慢性腹泻与皮肾羊虚密切相关,肾虚还可以引起前列腺增生。 此外,糖尿病,慢性肾炎等也与肾虚有关,晨起后,观察下自己有没有这四个症状,如果没有,那你的肾状态很好哦。 一,腰痛,腰酸,肾虚会导致身体的蛋白质不充分,蛋白质是润滑男人腰部骨骼的重要物质,一旦缺少,就会造成骨骼酸痛。 所以,肾虚的男人经常会有腰酸腰痛的情况。 二,性功能下降,很多的男人年纪轻轻,就出现了肾虚的问题,可能是自己的生活作息和习惯导致的肾虚。 但是一旦肾虚了,生殖器就会很疲软,早上不会沉薄,而且没有性冲动。 夫妻生活时往往都是草草了事,自己的身体受不了,同时还满足不了老婆,让他满腹怨言。 三,尿液变色每个人沉起都要排小便,很少有人对尿液进行细心观察。 男人的沉尿如果微黄、清澈,没有很多蜂窝状的小泡泡,则说明其肾脏健、康,如果每天排出的尿液中泡沫较多,而且几分钟后也没有弱化消失,则有可能是尿蛋白增加,需要重视起来,或到医院做下检查。 四,掉发严重 有些男人沉起后,发现睡的枕头上掉落一层自己的头发,这往往是身体出现问题的表现。 古代医书记载,肾气滑在发,肾气虚弱,肾脏出现问题,其头发必然处于亚健康状态,表现为脱发,发亮少,头发无光,中年男人脱发的较多,这与其肾脏亏虚不无关系。 如果一个人的肾气亏损,就会表现为体弱一衰,肾气一衰,人就开始衰老,肾气一结,人就接近死亡。 此外,肾气还会严重影响夫妻幸福生活,很多家庭隐私分崩离析。 所以男性补肾客不容缓,三个公认的助肾的好方,激活男人先天之本,提高男人战斗力一,手心搓脚心补肾水脚底板。 有一个肾经的学位叫永泉学,而我们的手上是劳工学,手心搓脚心方法,采取做的姿势,周身保持轻松自然,左、右手交叉,用掌心搓脚心,或者用手心拍打脚心。 每侧可一个搓揉或拍打,108次多打一加,可根据自身的承受能力逐步递增次数,不论何种情况,每侧拍打不得超过900下。 年老体弱者,应循序渐进,以不感觉疲劳未渡,这样做有助于让肾发挥收藏的功能,把气往下引,把上面的虚火拽下来,这样气就不会拥在上面,定自然就好了。 二羊肉补肾,羊肉比牛,猪肉的脂肪,胆固醇要低,是冬季最佳补品,羊肉有补肾猪羊,暖中切寒,温补气血,开胃健脾的功效。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